最近素材介紹不是太好 為出保養鄉長候選人黃蘇金 就向農民收購一千分的青蔥 基本要尋找蔥仔來關心農民的活動 去應很多民族肯定支持 短短的拜託人條 一個人可以拿一百 哪有這麼好康 蔥仔快要不用錢 這裡我們為了保養鄉 注銷我們的農產品 在這裡很快一百 我們為了保養鄉長 來贈送給我們的鄉親 把我們的經濟 農產品的經濟 給他們打開 民眾在很少聽 原來是保養鄉長候選人黃蘇金 向保養蔥仔農叫味蔥仔 主要也是希望保證應有 讓更多人知道 保養是素材個鄉 挺台灣的菜籠 保養鄉就是農業特區 以蔬菜為主 所以我們當一個候選人 就是要以民為生 將我們的農產品把它推銷出去 送湯給大家好年齡 讓我們保養的經濟會更好 所以這次呢 總共準備了多少份 加了蔥蔥 這次準備了一千多份 能夠促銷多少 盡量來做 讓我們鄉民認識 我們的浦原鄉的農特產 知道我們浦原鄉有重蔥 有啊 真好啊 有在關心農民啦 很天心啊 有照顧農民啦 還有噴這個蔥仔 不錯 讚 祝他各表冬蒜 江蘇林園包裝的手都沒有聽過 蔥仔是一百一百在送 馬上就只餘一堆人 大人的小孩都有 發生的現場 除了有自治者 江蘑大花冬蒜以外 不想祈禮也好友大家 要去吃本土的蔥仔 以及保養出散的素材 幫助辛苦的農民 渡中華新聞林貴英 保養彩虹報道